大家好 今天講三個新聞 滿目窒息蕭條 光明倫要怎樣搶? 發拍訪拍不動了 怎麼摩托? 成頭大量地拿地不開發是什麼問題? 歡迎來到《信念訪談》 我是張順燕 今天的嘉賓是香港經濟學家羅家聰博士 博士好 你好 在剛剛過去的中共三中全會 對解決經濟困境沒有幫助 而現時網上流行歷史的垃圾時間 窒息蕭條的說法 公眾所見滿目窒息經濟蕭條 而經濟光明倫要怎樣唱下去呢?博士 沒得唱的 什麼光明倫? 我想現在這個所謂什麼垃圾時間 大家看來都沒什麼出路 其實你看到他整體的調都不是怎麼唱好的了 差就大家有眼看了 差就差得有什麼辦法 他現在都沒有什麼辦法給你的 其實上次我想說 就是他那個所謂三中全會 不是出一些什麼很大的 就是很短線的一些政策 什麼減息啊 怎樣即時救市 他不是在做那些事情 他反而就一邊說一些很軟很虛的那些事情 什麼生產力那些事情 他始覺就有一點點玩回當年的大鏈鋼 就是你吃不飽飯 他現在還在說一些很軟很虛的事情出來 當然如果你在一般人來說看來就沒有不著編制 根本都不是做事的 但是如果你按照他當年的路數 想著最終要行公有制 玩配給的話 那問題就可能 他就覺得問題不是很大 可以解決得到的 那當然你如果是公有制的話 沒有什麼所謂經濟蕭條的 就是經濟這些你要有一個市場的供求 就是才有意思的 如果你現在不是市場供求去決定所有的事情 反而就是他因應你有多少人 就做了多少事情 然後就是均等地分配這樣說 那你在這樣的角度說 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 是否衰退的 就是在那個年代 當然你可以量度產值你可以照度的 但是就是那種因應那個整體那個需求 去提供供應 其實就沒有所謂這個 供過於求求過於供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自然就沒有什麼成衰 你說經濟蕭條根本就對他們來說 他們覺得不關事 是 那中共中央政治局呢 在7月30日開會 他罕見地稱這個經濟運行出現分化 那所謂經濟運行分化 是不是講這個經濟嚴重下行的委員的說法呢? 博士 我其實都不是太理解他講那種分化是什麼分化 就是現在任何經濟體都有一定的分化在那裡的 但是在現在大陸來講 你看不到哪些位置是真的很好 大部分都是差 那這個也都 就是現象上是符合一般經濟衰退那種這樣的模式 就是通常如果經濟不是全面這樣衰出來的 那當然就沒有問題啦 就是不是衰退 那如果是衰退的話 通常都是那些東西全線是差的 那它現在其實已經是可以這麼說是進入一個全線差的格局了 那這個格局也都是不是一個短時間現象 就是過去一兩年已經是持續著這件事 那你一路持續一個全線的轉差的時候 你不要理它是否急跌或者崩潰 它現在未必是 但是就是你全線的東西向下的時候 那些東西是齊整向下 還有維持有一定的長度 可能若干個月甚至若干個季度的話 那其實已經符合一個經濟向下衰退的一個現象 那差就差在呢 就是長線來講呢 現在就 是不是都出現這樣的長線向下 這個就 當然講法有點不同啦 但是看回日本的歷史就 機會就大了 那如果你長線向下 當然也不是說每一件事都會無資金的 十年二十年 我認為又不是這樣 就是你看淡就有個譜的 不是亂看的 不是亂唱的 說它所有東西都在向下 那就是它一定有些東西 它暫時來講還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你可能個別那些還是相對有產 或者沒有涉足那些 很泡沫化槓桿的行業那些可能好一點啦 那但是整體來講 就是隨著你 就是很多的行業 或者很多的領域都出問題的時候 我又看不到說 個別那些沒有事那些可以壓立得多久 最終可能到他們都會有問題都不定 那所以你講的那種分化 通常就是經濟逆轉差的時候 初期就會見到這種分化 但是整整一下都不會怎麼分化 我實在不太了解它講的什麼 就是現實上我們見到就 就是都不是太分化 很多東西都比較一字兩下 OK 是 那大陸房地產崩塌 發泡房就是法庭拍賣的房屋 數量不斷地增加 發泡房背後呢 是眾多面臨斷工的業主 和陷入困境的家庭 但是現在連發泡房都是拍不動了 那怎麼辦呢 博士 沒有什麼怎麼辦 因為現在它真的太多了 太多的時候 你如果初期的需求還存在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收拾便宜貨 收拾便宜貨就是你現在講的這些 就是那些叫做銀主盤 就是拿出來叫做 套筍那些 那你初期這堆應該是比較便宜的 如果跌的時候 但是跌跌下你其他的那些 就是不是去到進入一個被人 你被人叫做銀主座拿出來 賣的那些 其實都會便宜的 很多 你看到這樣跌有些害怕 急資金那些當然會劈價 不急那些可能都害怕 都會打聲儘快出了 那變了 你現在這個環境要賣一定要減價 變成不是這一類的樓 其實它都有一定折讓在這裡的價錢 你當價錢 就是大家都便宜的時候 那你又不需要一定走去 去套策那裡收拾便宜貨 所以首先就整體來說便宜了 這個是一根數 第二就好像我剛才說 整體來說那條數是大 就是真的供應太多的時候 你總有一批供應就消化不完 所以就算你現在市場 一面都是買家市場來說 你就算有需求也好 你一定有充足的供應 所以你一定會有些供應 根本始終是沒有人賣的 因為始終算了那麼多 total的需求 其實就照數不夠大 它建的樓的樓實在多了 太驚人 那沒什麼怎麼辦 最終其實應該有一堆這些 就叫做撇了帳 有些死城廢墟那些 最終就是沒有人住 你都要棄棄了它 那沒辦法的 就是現在看著怎麼樣 如果你蓋到一半爛尾那些 就是爛硬的 那差略你蓋好了那些 都埋不去的 那可能就是 你對地產商來說 就是撇了它 就是當沒有 就是這個是最最最最可能的 發生的結果 那年輕人失業了 房貸都還不到 那一個被發拍的房 一拍的價格可能打過八折 到了二拍的價格可能打過六折 如果兩次都流拍 那變買就是五折 那麼低的折扣是多少人可以承受得起呢? 博士 看看你哪些人哪些位置 其實很難說的 我又不是很喜歡在這些節目講樓 不過你們又喜歡講 就是 通常樓呢 很看地點的嘛 你如果那個地點是很漂亮的 那些國家 就是可以很貴 可以很硬正 但是如果你 山卡拉那些 你打個三折 就未必有人買出來 就是很難說的 這些東西是很 就是每一件商品的性質都很不同 但是 整體來說 你失業就是沒有收入的時候 你都很難叫人工 就是大家不是很膽去做 所以我看 不是打打幾折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真的 真的賣的話 你有誠意賣 現在這樣的市場 當然你 你劈二、三十個 你不劈的話 都沒有人賣 香港一樣的情況 但是 就是 接你火棒那個 他都要因的嘛 如果他本身 他真的沒有份工 他怎麼買的 所以都很重要 如果你本身有那個資金流 就是 就是 如果沒有的 就是 不是 你怕得上來 你急事 譬如有些真的急錢用的 你真的可能 九八七六五折這樣打下去 那你 當然啦 你這樣砍砍砍 總有一個價錢 你會買得出的 但是 就是 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拿不回多少錢 也都 也有些人不肯 就是 不是 全部都是 都是急賣的 有些他不急的 第一 那個發展商 你也有些他可能坐得到 可能 還買了時間 尤其是 一手那些 就是 我不知道 如果你二手那些都逐個說 但是如果你一手那些 整個盤那些 你第一個砍頭減了價 你第二個很難不減 之後再便宜 所以 整個 整個銷售那個部署 就是 通常這樣砍價 就是可能 個別那些 那些二手市場 這樣砍下去 就有機會 不過 對了 你始終 砍了之後 那個價錢都不是很便宜 因為你過去一段商場的時間 升得太多 升得太多 那你問 譬如說幾個人受得起 就是看看你 你是不是砍到一個 大家買得起的價錢 現在你說很多 人工 我今天看報紙說 大學生 碩士 那些可能 二千至四千元人民幣一個月 就是香港那個 人工十分一左右 那你香港人工十分一的話 你的樓價大家都十分一左右 現在你香港樓價十球一層 那你 我當你一球 那一球 你都未必買起 就是香港十球一層樓都很難買 是不是 如果你砍到幾球 那就遲了一點 那你砍到幾球 就是你大陸的樓價砍到幾十萬 那我不知道你現在說的那些 就是多貴 可能去回幾十萬那些 就是六位數的 可能賣得去的機會大一點 OK 那中國各地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 叫做城投 近年就大量去拿地 但是很少就開發 未開發的面積是 將近3.3億平方米的 是什麼原因呢?博士 講解很簡單的 現在的工業已經太過很多了 那你大量賺出來 不是賺到這股市 就是 就是無謂的 它本身也有一些政府要拍照重的色彩 當然你看它自己 如果任何一間這些可以發商 它自己都要計算的 如果你拿一塊地 你不做事 那當然就是 就是 一個很大的損失 對它自己一個公司的損失 但是 就是 你強行建 那現在 雖然說 便宜了 但是都是有個成本 就是 物料各樣的不減到很多 最多人工便宜一些 那你這樣的環境 你建立了 如果不可以賣的時候 就是 輸了一陣 就是 它現在的市場 這樣的環境 就是 就是 也就是 如果它都不起 它可能對幾年後的後市都不看 就是 就是 當然第一就是 會不會即時有個資金的壓力 那它都要計算 如果 即刻來講 它可能 那些樓賣不完 賣不到錢 那 會不會對它即時的資金的壓力 這個是一樣的 第二如果你說 長線來說 三幾年後 你建幾層樓 可能 兩三年你照計快 應該起到 那你 如果你兩三年後都不看好的話 它就未必現在起了 那所以 就是 我想 那麼 我想 你這麼多 那麼多 那麼多地 又要看在哪裡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它的頭在哪裡 但是 就是這樣的 這樣的 這樣的訊號就告訴你 其實就是 都 都 兩三年都很難 叫它跌得遠 那你事實上 如果你當樓價 真的比較遲樣跌 就兩年前都可以跌起的話 就是 跌到 跌多兩三年 那你總共都是四五年 就是四五年 四五年來講 就是香港標準一個正常的樓市的熊市 就應該是OK的 但是它現在這個未必很標準 就是講之前炒得這麼爆 就是炒得這麼爆 你現在炒得這麼爆 你現在炒回來當然都很細 應該時間上 應該會比較長 香港那些 九七到03 至67年 就是如果你現在跌了兩三年計 你說 假使香港這麼說 你跌六七年 你還有四五年行 你現在四五年 就是現在起了會早一點 所以我估計都是拖 那如果大量的土地限制 沒有辦法開發 是不是會引發這個土地資源浪費 和市場供需失衡的問題呢 其實那個供求失衡就都很長時間的 就是你一直都是供過於求的 但是供過於求了那麼久 那價錢還不斷飆上去 所以這個就視覺是那個基本因素 就是價脫離的基本因素 那個情況是維持得太久了 也就是說那個泡沫是毆到很大 那當然這個也是樓市本身的特性來的 因為樓那個價是很動力的 就是那個動量很強 如果你真的整個樓市的周期是出了的話 其實很少說很快會走完 通常就是走到那個基本因素 完全是撐不到 泡沫化得很厲害 偏離得很厲害 還在升 就是大陸都是有這種現象 好像香港九七千 當然如果你偏離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你一下回來就那個價錢可以下得很厲害 因為價錢下回來 反而其實應該是叫做 合理化那個供求關係 就是你本身如果供過於求的那麼嚴重的話 那個價錢沒有來旁邊的 你肯跌肯跌下去 就應該是那個供求叫做是適合的 但是 就是 怎麼說呢 如果你說土地資源浪費方面 我就 我就會這樣看 如果你這麼多地 根本不需要是拿來蓋房子的 你可以拿去做其他事情 加田種的東西 那就反而不浪費 你硬硬要蓋房子蓋完它 反而就是一種浪費 嗯 對於如何搞好這個中國經濟 有什麼建議呢?博士 沒有什麼建議的 其實因為他現在都 我不需要建議他的 他已經是一意孤行 要走回毛澤東那個年代做法 當然他這樣做呢 就徹底毀滅了那個市場 那你沒有市場的時候 也不需要有什麼 很擔心 那麼 但是 就是 長期 長此下去 你都看到 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公有制 那些問題就是 生產由因低 你現在 所謂資本主義之下 有市場 那些有 生產動機這麼差 躺平做事 如果你說去到 就是 怎麼說呢 那個大規模 是 全部 大家做36 不做36 我真的 我都很難想像 你的經濟要倒退多少才行 就是那個 生產由因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 尤其是經歷過市場經濟 那些人賺過連日子的錢 你現在突然間說 所謂的 做得不做得 那 做得不做得 你現在全世界 實驗了那個 共產主義這麼多年 就是現在很多都 都不會走回來的 那他偏偏又走回頭 就是 我想 有政府干預一件事 但是 有政府干預不等於說 你國有化所有事情 你國有化所有事情 你可以立刻解決到 很多那些資產 負債那些問題 但是 你解決完問題之後 你有沒有動機 立刻轉回那個市場 就是經濟呢 或者資本主義呢 他應該不會的 就算會你也很困難 你看當年80年多的時候 他玩走資 搞了多久才 搞到那個資本市場出來 那你現在你一下子走回頭 走回頭的過程也當然不是簡單 就是你本身是一個制度 你變形一個制度 所以 基本上他已經是一心 是要走回這條路的話 你那個 我反而那個反彈可能會很大 還有你怎麼理順那些事情 就是你做36 不做36 變成有私產 這個已經很麻煩了 大家有私產 你要拿出來 拿出來 跟阿公 他所謂 他共產 我想中間的阻力會很大 所以我沒有什麼建議給他 好 然後股市爆跌 經濟衰退 那如何應對呢 港餐廳 倒閉潮 每月擠落300家 政府用這一招 讓農民交出土地 歡迎來到 由信任訪談直播 我是張信任 今天的嘉賓是 香港經濟學家 羅家聰博士 KC好 你好 那股市周二黑色 星期一 幾乎全球的股市爆跌 部分市場最大跌幅 那美國勞動歷史層疲軟 引發風險資產拋售 擔心全球的經濟走向衰退 博士怎麼看 衰退呢 我們都可能講過 那個機會其實都 我評估是大的 但是之前的市場 那個看法就不是很是這樣 就是 曾經因為 那些美國的經濟數據 看起來OK 那還有 那個 那個股市 就是這樣爆上去 說的是早幾個星期 製造了一個錯覺 就以為衰退的那個 概率很低 微乎其微 我記得早幾個星期 都還有一批人說 就是沒有什麼機會衰退 那樣 但是當然現在那個 看法就在180度轉了 因為有些新的數據出了 包括這個 職位的增長低過預期 也比之前跌了很多 其實就不需要說 這樣看一次半次的數字 因為你看譬如一些滯後指標的通脹率 我們曾經說過 在美國的通脹這樣說 服務業那一類 4%左右 撐了一段長的時間 當服務業的通脹都開始向下的時候 就是最近有這樣的跡象 其實告訴你 就是之前一直製造業就不太撐得到 你看到商品的通脹已經回落 但是到了最近這幾個月 就連服務業那個通脹都開始有 譬如有跡象 如果當服務業那個價都撐不起 那就是服務業也有問題 服務業在美國佔了一個 幾大的比例 七八成的 那如果另一邊商 另一個滯後的指標就是失業率 失業率如果你看回頭 其實二、三、四月左右 已經在低位上開始上升 嗯 你由二、三、四月到現在 都四、五個月 其實很明顯看到一個趨勢上升 這個失業率也都由低位3.4 升到現在差不多4.5% 差不多1% 那當兩個滯後的指標都一路轉差的時候 其實多少都可以確認到 那個經濟是對應正在轉差的 是不是轉差到衰退呢 那時候還有些憧憬認為不是的 但是因為以前的經驗就是 通常那個經濟轉差就 初期是比較緩慢的 看起來好像沒事 但是往往都是去到一個位 就滑腳就站不穩了 很多東西就骨牌式這樣向下 那現在就 我想市場開始懷疑這件事 就令到那個股市的拆倉潮這麼厲害 那這個多少其實是之前那個看法 有不現在要突然間修正的現象 但是如果你一早是有留意到那些數據的趨勢 其實這個 這個所謂衰退的看法 就不是什麼很新的看法 那全球股市爆跌了 經濟衰退了 那是要怎樣去應對呢 有沒有什麼辦法呢? 沒有什麼辦法的 每一次衰退都是眼睛睛看著它衰退的 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就是當然如果你從政府的層面 就一定有貨幣和財政的刺激政策 但是每一次看到都是 通常貨幣政策 不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用 你對於避免一些系統性危機 可能都有些幫助 但是不是每一次衰退都有系統性危機 系統性危機也有時候不一定發生在一些 你可以幫得到的位置 比如說如果銀行有危機 那你說央行出售OK的 但是如果調轉說 不是銀行有危機 是樓市有危機 就像大陸那樣 那你出什麼手都沒用 因為我們見過好幾個地方樓市 如果真的從高位跌下來 你都很難托 財政政策也一樣 首先當然看你有沒有彈藥 就算你有也好 就是你政府幫一幫 花多少那個市場就像是對應 好像多一些錢 但是你去到某個位置 你不繼續支撐下去的話 其實那個消費是不是回來了 那個經濟活動是不是回來了 這個也不敢包的 所以就是貨幣好財政好 你有時候那個政策 一個就未必幫得到 一個那個作用都相對慢 另一個就要看回政府有多少彈藥 那不是沒有用 但是你就算推也好 我們以前的觀察見到 都是不模糊了那個衰退繼續發生的 就是很多時候的衰退 或者經濟轉差一出現的時候 就是那個狀態已經是有點失控的 經濟狀態失控之下 你就算有很多事情做了 都不會立刻見效 那你見到它沒有效 你就再大手做 就是好像減息這樣而已 初初就不肯減 減到市場跌得不清楚的時候 就狂減急減大手減 那你有機會在這些位置做多了 那上一次就這樣了 就是做得太多做得太久 這些刺激 那結果又養成一些後遺症 就是製造之後的泡沫 那製造將來有一個 不是更大也好 可能是更早來到的衰退 就是總是 你又不可以說它完全不做是最好 但是看來近年 在近代很多政府做的事情 不見得是按它的目標所說 這樣令到那個經濟平滑化 去所謂反周期逆周期 其實都不可以做到這件事 往往很多時候那些動作是刺激性的多的 令周期更加更加擴大了 那所以你說有什麼可以做 有什麼可以應對呢 我想政府方面就 有時候不要加那麼多 那至於你從個人層面 就相當被動的 就是你有事做就省靜些 有生意的就撐住 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也沒有辦法的 就是看政府可以做些什麼 還有在衰退的環境之下 最好就是 小心點不要亂來 買東西的要看時機各樣 有時候太過急進 或者太過急 太過勇的話 都是在這些位置會做錯的事情 那就小心點 是 那在8月5日經指數是下跌了4451點的 是不是重演1987年的股災呢 是 有少少似的 但是 就是它又的背景又 不是說沒有相同之處 因為87那次都是一些 那些程式買盤 就是骨牌式這樣扔下來 那你現在的金劑都應該 多少也有些是這樣的 就是 拆倉還拆倉 但是 實際上背後都有 我猜有一定的 怎麼說 那個 程式或者AI在後面 去推示這件事 令到這件事走得這麼急 這麼快 那但是 你扔下來 你說一邊而已 它跌了四千幾點 它也 跟著 它又升回三千幾點 那 其實 就是打個和 但是 這種波幅 其實 如果以以前來說 都是相對少見的 那為什麼會 現在 就是這麼大劑呢 一個 剛才剛剛說了 就是機器操作 就真的可能 令到 整件事是 你沒有訊號 大家都不沽 跟著有訊號 就全部那些機器跟你一起沽 那沽了下去 扔了四千五千點 扔了停板 跟著 出訊號買得了 跟著大家一起買 就是變了那種這樣的 那些 擠佣的交易 是 明顯了 因為你要知道 那些機器其實 大家都是拿那些數據 大家都是這樣 訓練 那個模型 就是現在 當然啦 你國家 各個派別都有不同的模型 但是大同小儀 大家都是五常下方法 訓練 大家都是拿市場的數據 去做那塊東西出來 那你跟以前的玩法不同 以前一樣一樣八萬人 始終人那個 那個 那個多樣化的程度 就比機器是厲害的 那你一樣一樣八萬人 大家那個交易的模式 大家那個坐盤的方法 各樣都會很不同的 那你沽起來 就是有人沽起來 就是有人沽起來 就是大家的看法會不同的 但是 當你全部都是機器玩的時候 那個看法就單一化 比較單一化一些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 你的機器跟他的機器 可能都是同一個資料買回來的 那大家不做 就自作一做就一起做 就是這樣去抹闊了那個波幅 另一個原因 就是除了機器之外 我猜是跟錢太多就關了 就是日銀是 一直都是狂印銀子 那你狂印銀子的時候 就是 結果就是 水太多了 水多就浪大了 那你浪大的時候 就是升就升得厲害了 那自然扔回來也是離譜的 那關注香港 餐廳的業潮再臨了 香港餐廳的連業協業會的會長 叫做王家和的 近日就在一個電視節目 表示 過去三至四個月期間 就每月約有三百家的餐廳結業 博士怎麼看? 他這條數是相對多些的 那因為我之前看過的數字 其實每個月八零二百家就正常的 以前也是差不多的數字 那如果你說三百家就相對多了 但是呢 你又不知開翻有多少 就是他就這樣 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港單邊 只是說跌又不說升 那現在一樣 你說每個月三百家的餐廳結業 那幾家才開翻 就是我以我現在目測 就是 起碼我正在走的一些旺區 由尖旺中上環一帶 我又不覺得這條街很多吉布 就是 即食肆來說都幾豐富 而且尤其是現在比起半年前 即食肆那個旺的程度是明顯了 即是我上一次來半年前在這裡吃飯 那整間店是可以沒有客人 可能一台兩台這樣 但是現在通常都坐滿的 即是晚上是好吃的那些會坐滿 那不是多好吃的那些都大致上都大半滿 那所以即是旺的程度 即是當然啦 那價錢不是說做到很貴 他們都是就著客的消費能力 但是起碼的量是回到來的 那你看到就 那些貴價東西不敢說 你說如果開一些金銀珠寶首飾那些 就不見得容易做 但是飲食這些東西 尤其是你在旺區啦 不是旅客吃 你都上班那些 即是譬如中上環一帶 上班那些下午都吃午餐 我看又不是那麼差 即是那個 必需品那個需求 其實是有在這裡的 始終大家都要填土的 即是你是不是都要吃的 你不是買外賣 不是倆鬆飯 你都是要走出去吃的 所以其實其實是OK的 不過你說要做到很黃 好像以前做兩輪 那就真的不是很見得 還有就是之前 我想約一年前 即是預訂位那些 早就預訂的 要不然好吃那些都沒有位的 現在當然都未必有這個情況 很多時候你預訂位都是相當容易 好過之前 但真的好過最差的時候 但當然是未去到最好的時候 OK 關注中國經濟 房地產危機已經是非常不好的了 但是消費者面臨的問題 是比房地產的危機這麼嚴重 大家都躺平不消費了 那怎麼辦呢?博士 沒什麼怎麼辦 因為地產是很多人都會買在大陸 因為你想發達的話 這個差不多是唯一渠道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你長期去租 被人家租其實也都難捱 很多人覺得都是要擁有一個地產在手上 但是這20年其實大家也忘記了90年代初那個跌價經歷 因為那時候剛剛所謂的價格管制開放 其實大部分人還是在公有制之下生活 不是太知道什麼叫市價 所以跌過也不關他的事 但是你這些劑呢 就是說市炒了二、三十年以後 那叫做正式第一次經歷跌市 那第一次經歷跌市 當然沒有想過那些東西可以這樣跌 因為地產這些東西 周期相當長的理由 那個低位升上高位 閒冷地升十幾年 那以大陸來說 那個升的期可能更長也未定 就是我當你90年代衰退 那一路升升到 就視乎一些些地方 有些早一點就2014、25就到頂 但是其實有些是升到早兩三年才現頂 那你都真的不至於算有機會升到 正面20年 那你升那麼長時間的話 其實跌回你三五七年 這個不出奇的 因為整個周期都長的嘛 那第二就是跌的幅度大 你跌的幅度大的時候 很多人 整副身家就 就蒸發了一大截的嘛 因為很多人買樓 就是整副身家放下去買的 那甚至有些是槓桿了 那些槓桿了就死得更快 就是講的是負資產那一隻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當然沒有可能有什麼限制消費 不是 躺不躺平消費 就是可能一向消費都是靠一些中產 中樓底柱那些 那如果你純粹 輸最基層那些 或者輸最有錢的有錢人 都還可以 那但是通常 如果你地產全線兩下 就是中產最商的 中產很多都是有物業的嘛 那如果你中產是一個消費 中樓底柱 它死了火的時候 那你就不要賴它躺平的 就是這個是整個市場 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那中國正在推動這個 農民大規模振盛去落戶 專家表示 政府不想做真正的虎席改革 只是看中農民手中的錢 和摘基地 就是土地 推他們入城賣訪 是解決這個經濟危機 博士怎麼看呢? 我想不是很是辦法的這個 就是農民的始終 第一是不是很有錢呢 我也很懷疑 就是之前曾經賺到錢的 應該都是出個醒打個工的那些 或者真的有些生意做的那些 如果你本身一直在農村的話 從事初級產業 我又不見得會賺到很多錢 那當然現在就是 那些樓如果你跌了那麼多的話 或者那些農民出去也買得起也不頂 但是 你無緣無故叫他轉到外面 那當然你不給互者的問題 就是很多東西都不是叫做 明正言訊 或者各樣的福利 配套他都拿不到 那動機不會很大 第二就是那個skill set 就是他本身認識的東西 他是初級產業就是初級產業的 就是家可以田養可以豬 又不見得可以出去醒做什麼 還有就是出醒其實很多原因都是以前那種打工 那些世界工廠那個年代就多工打 現在就清零那樣了 那你清乾淨的時候你出去醒做什麼呢 就是醒又醒那種生活模式 就是一般那些工業、商業那些業務、運作 那你其實在農村住慣那些未必適應到 就是不要說那個知識夠不夠 知識多數都未必得到 就算你有也好 你會不適應那種生活 可能住屋小了很多 這個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越去醒的時候 就一定越住越小 就等於有些大陸人來了香港 都投訴說香港不會擠迫的 就是迫劫 那間屋小了這麼多 回到大陸大很多 所以就是如果你去 等於等於你過去香港一樣 因為來了找到錢的 那當然沒問題了 但是現在出省 是不是有事做呢 找不找到 你本身在省那些都找不到 都在轉頭 那所以他現在 就是本末倒置 你轉換來講 那別人在省那裡找不到事做 回到頭 你就叫別人出來 不是說有人慈孤歸孤理 那就可以有人流氣管科長 就是你都要有個原因在這裡才行 我就看不到他給很多理據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不太看好 當然他亂石頭藥 他說得出的 他可能說來試一下 多謝機師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